或者是一個資料也可以的 那除了用 range 表示之外 第二種方式 叫 sales sales 就是出中格的意思 那表現的方法有什麼不同呢 刮弧 刮弧之後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 它會顯示一些提示讓你知道的 第一個的話就是 row index row index就是說你要在第幾列 所以它是先列 那如果我今天針對下面這個主文格 去輸入資料好了 那我就給它第五列 痘點 後面它會出現 column index column index就是第幾欄的意思 那我這邊的話 ab 那就第二欄 刮弧 後面如果說我要等於什麼呢 假設我也是要填寫一個資料 叫做456好了 那如果我今天按執行的話呢 它會怎麼樣呢 它會把這個結果怎麼樣呢 傳送到這個儲存格裡面 那也就是說呢我將來 我希望把資料填到哪個儲存格呢 有兩種方式 一個是利用 range 一個是用 sales 那這兩者有什麼差別呢 特別注意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是用一個什麼呢 一個儲存格的名稱 那這個是用什麼呢 這個是用儲存格的坐標 坐標 那兩者呢 有什麼樣的 這個使用上面 有什麼樣的差異點呢 其實喔 如果你是比較單純的 只是指向某一個儲存格 或者某一個範圍的話呢 用 range 那如果說今天呢 你是要讓它 利用有點像那個 程式裡面有所謂的 迴圈 讓它快速解決 你某一個範圍的資料的話呢 那就要用下面這個 sales 我想這裡你們先試著 建立 你們先建立 試著建立一個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副程式喔 計算利率2好了 那也試著呢 了解一下 range 跟 sales 這個之間的差異點 那等一下呢 我們就是要教各位怎麼樣 去利用VBA 來產生我們要的這個 定存的結果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喔